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长辉 欢迎收看股市未来学 我想现在这个时候呢 大部分的投资朋友你在研究指数也好 成交量不够这个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会看 可是你在研究指数跟成交量的过程当中 你可能都还停留在研究涨跌 会涨会跌啊 这样子距离你未来真正成为一个赢家的道路 其实会非常的遥远 其实包括我们都一样 在过去这半年来你怎么样去改变 从真正的操作模型开始 那个距离你未来成为赢家 赢家会比较接近一点 因为你现在不管你怎么去研究指数 或者是去研究成交量 你最好再研究一下结构 你最好再研究一下结构 可是不管你怎么样研究指数成交量结构 你还是不可能成为一个赢家 因为赢家为什么是少数的 赢家是少数的原因 不是因为指数 是因为这整个内容当中 它的产业的结构改变 然后资金 毕竟这个市场上有很多资金 各位不要去否认 各位反而要去多注意 这整个市场上 其实包括欧美 中国大陆台湾都一样 甚至于包括你说我们台湾 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资金 它一定不会离开股市的 有啊我不是说过吗 很多资金它不会离开股市 那这些不会离开股市的资金 他们怎么样成为赢家 就是一个个股的操作的模型 这个我们会等一下会看到 我只是一开始提醒大家 毕竟你不能否认的是 这个市场上有很多的资金 它正在520之后 尤其是520之后 会针对特定的个股 去进行它未来 一个波段的操作的模型 这些资金的想法 跟一般散户的想法 它不会一样 所以赢家为什么是少数的 不是因为指数 是因为交易计划 跟散户不一样 赢家在个股里面的交易计划 肯定跟散户不一样 这是今天 我们会持续谈到的一个重点 如果说是这个地方 你要研究指数跟成交量 这么简单的东西 你就不要研究了 因为大家都会 成交量要多少才够 成交量够不够 大不大小不小 大家都会 那你倒不如研究一下结构 结构上电子股仍然是比金融股 跟非金针要强 那么当然电子股如果能够去收购这个位置 电子股去收购以下这个地方 332.6现货 你可以记下来 你也可以不用记下来 因为我会提醒大家 当电子股去收购332.6的时候 其实这整个波段的下跌 可以说就是告一个段落 它不会有什么波段下跌的风险 那你可以先看这个地方 这是一个结构上 从电子股为主的一个结构上 你可以注意到第一个位置 那你也可以进一步去研究 电子股是怎么下来的 来 电子股是怎么下来 它也会决定说会怎么上去 包括大盘也一样 因为大盘里面大部分的全值是电子股 它怎么下来怎么上去 我会在明天会员专属的分析附录当中 写给我们的会员朋友 你就有一个完整的想法 你明天看完之后 你可以有一个完整的想法 为什么4月中的时候 我提醒大家 你要去调整 甚至于去出清 你才有能力 接下来去买 切入 目的是为了要切入 去集中 目的是为了要去集中 未来属于真正赢家的操作模型 所以你明天看完之后 会员专属的分析附录 我相信你会有一个完整的答案 你就不用每天再花时间去研究指数 因为我已经会告诉大家 它为什么会下来 为什么会上去 你就算看指数 你也要用最简单的方式去看 而不要浪费太多的时间 你这研究整个结构上的时候呢 去多看一下全值股 那全值股里面 我们举一档股票为例子 这是标准的全值股 课程 这里有两个蓝色的圈圈 就是两个缺口 上来这里也有两个缺口 两个向下缺口 两个向上缺口 那怎么看 又有向下又有向上 那怎么看 很简单 你就去看它的中期的趋势 有没有改变 那中期的趋势有没有改变 我们等一下再来看另外的例子 目前的盘面当中 有些个别股要涨 它确实需要成交量 像这种各类型的个股 它要涨 它一定要成交量 光融资就二十几万张 当然需要成交量 那尤其是上来到这个位置 它不只是要有成交量 这是什么位置各位一定要知道 它还需要有一堆量 而不是一根量 也不是这一根量 所以有些股票 确实你的看法并没有错 它确实需要成交量 但是不是所有的大型股 都是跟你想的一样 没有成交量它就不会涨 我们来看一档股票 各位也许从来都没有去看过 这档股票其实我在4月20号 我就把这个位置画下来 它是不是全值股市 它2301 电子股里面第一个上市公司 2301就是23开头的第一档股票 也是一个比较大型的全值股 那这个大型的全值股 这里为什么会涨 这里这个圈圈是什么意思 它也是一个大型的全值股 可是这经过一个月的时间 你看到 这个不起眼的全值股 它在压回来之后 它已经创新高了 那是不是跟4月20号 一个月前 为什么我把这个地方画下来 而画下来这个位置 你看到的是 它虽然跟电子股跟大盘同样压回 可是它已经创新高了 可是当时我们画的这个位置 是什么意义 这个叫股价的语言 这个叫股价的语言 你现在时候来看 为什么这档股票 领先所有的大型的全值股 去过了4月份的高点 股价的语言 比它的基本面更重要 你说它有什么基本面 光宝科有什么基本面 不用去谈太多 但是你一个月前 它股价的位置 意思就是说 你一个月前 如果去买光宝科 你到今天可能还是赚钱的 你可以是获利把它卖出的 为什么 它也是一个大型的全值股 那你说大盘有量吗 那它为什么会创新高 这股价的语言 是不是比你是研究 它背后什么样的基本面 更重要 因为这些基本面以后 都有人会告诉你吗 很多操作的模型 我再讲一遍 以后在股票市场 不管我有没有在节目当中 跟你做报告 你自己一定要有一个想法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从低点上来 你算20块涨到120好了 20块到120涨了6倍 这一年多的时间涨了6倍 其实这里已经决定 它要涨了 不是这里才决定 不是这里才决定 那这个地方已经决定它要跌了 决定它要跌了 所以什么时候决定它要涨 什么时候决定它要跌 都已经在事先都已经有一个操作的模型在里面 不是你事后看到它涨 也不是你事后看到它跌 好那前面我们谈过的部分 我们就不要再重复 我们就从光环最近从104回到62 散户的行为当然是没变 散户的行为就是往下买 往下买 往下买 往下买100块买到60几块还在买 那这里面有三个缺口 对不对 上来压力压力 这个都是压力 那不管怎么样 你从整个操作模型里面 你怎么去看它的起点 是不是买点 是不是更重要 然后这些资金 它不会离开台湾股市 这些资金它只会找下一档目标 再重新去做切入 然后重新再做一个六倍 如此而已 只是没有人去跟你说明 没有人会跟你说 我现在从哪一档股票 然后我原来的资金怎么搬过来 搬过来之后怎么样让它做好几倍 没有人会去跟你告诉你这个而已 所以我们在看 你至少要从每一档股票的操作的惯性去看 这个也是一种操作惯性 沿着半年线 它每次碰到半年线上来 那这一次碰到半年线的时候距离太远 距离什么地方太远 距离这个短线的操作标准太远 距离这个短线的操作标准太远 所以河大这一次会比较久的时间 这个地方跟前面又有一个距离的问题 跟之前的乖离的惯性又不太一样 所以短线上你就必须要找其他的个股 就不能一直在这个地方去跟它缴获 上半段简单讲 意思很简单就是 各位你现在在看任何的股票股市 你说猜它会跌到什么7000点6000点5000点 其实没有意义 就算让你抓到低点 你认为你会赚钱吗 这个才是重要的课题 就算让你抓到大盘的低点 你认为会赚钱吗 所以回归到最原始的 简单的一个道理 各位一定要记住 就是您的短线的买单 是不是建立在一个趋势上 就这一句话而已 你短线的买单是不是建立在一个趋势上 很多人喜欢做短线 今天买这个明天买那个 每天在那边买来买去卖来卖去 当然第一个是到最后结果你有没有赚钱 第二个是你这些所有短线的动作 你是不是建立在一个趋势的基础上面 我认为这个比什么 这个就是所有的道理 就是所有股票市场的道理 我明天再举这些例子跟大家谈 因为等一下下半段回来我们要谈 最近你看到的个股 从这些个股当中我还要进一步的说明 我们先进广告马上回来 大家好欢迎回到股市未来学 我们直接来看个股 今天4746的台药 我们直接在开盘9点13分 发出抠讯做调节 做调节其实也不是这个抠讯讲的 他因为他创新高了 他今天又创新高 我在上个礼拜已经把价位 已经事先有提醒我们的会员朋友 我用抠讯去说明 而不是只有会员分析附录 所以其实今天早上在9点13分 你说做调节之前 你去卖掉一半的持股 上个礼拜这个价位 相关的会员朋友 心里面已经有一个想法 不是突然间接到的 这上个礼拜你就知道说 过了94.5之后 我们会去做一个调节 那所以这是上个礼拜 事先做的预告 今天早盘9点13分的动作 这是一个交易的计划 你怎么买怎么卖 当然还要有长短搭配 如果没有长短搭配 很难克服人性 所以还会有再买回 事实上我在讲调节点的时候 连买点的位置我都已经讲了 现在是加码的位置还没讲 然后最后还会有一个落后股的补涨 这我做一个说明 因为它有超长的波段 各位上个礼拜你看了两次 不是有一个超长的波段吗 那这个超长的波段 我最后我可以拉4.1.1.9的蓄复 它算是原料药里面的落后补涨 我也可以去拉1789的神龙 可是因为神龙的时间最后面 所以一旦去拉台神龙的时候 那么这个领先的4746的台药 它波段的时间点就快结束了 所以一开始不会去拉神龙 神龙是最后垫后的 搞不好这个超长的波段 要到明年 连下半年都还拉不到神龙 要到明年才会去动到神龙 所以这个超长的波段里面 我是怕你不会 不是我没有办法跟大家讲 短线调节点买回点都讲了 就怕这个超长的波段 其实你就是不会 因为如果你会赢家不会是少数 赢家为什么是少数 因为大部分的投资人 只看短线不会看波段 而大部分投资人的波段 都是因为套牢变波段 套牢了以后就说要长期投资变波段 真正你有计划的交易 交易的计划里面 真正的波段 你真正亲身体验过吗 我说过了这个根本不是言语 去表达的 也不是任何技术分析 去表达的 我甚至于今天已经把前后关系 最后要拉什么股票 我都跟大家讲了 这个事实上就是一个交易的计划 超长的波段 你就是不会 这是我们合作的价值 大盘其实已经压出一个空间 压出这个空间 它上来当然慢慢的 要有一些时间去克服压力 但是个别股 以说华星集团里面的个股 从6173 2492 6173信仓店 从大盘压出空间之后 4月份你就算去买信仓店 这段大盘是压回的 可是信仓店是涨的 它是华星集团 2492的华星科 4月份你就算去买华星科 今天也是创新高的 减资完之后 谁会拿到最多钱 拿到最多钱 华星到时候再来看就好了 你先把信仓店跟华星科 等它整个的波段结束之后 才会说有没有机会 轮到华星的问题 我们把上个礼拜的练习题 跟大家讲完 上个礼拜我说 你可以自己也可以不做 也可以不做 为什么可以不做 因为我现在都要讲 你去做一下统一超跟网加的练习 你怎么看 你的看法 你看的方法 那我看的方法 我们现在讲一下 其实我是在看 统一超为什么连续四个月 这个地方的营收跟过去不太一样 各位可以看得很清楚 那这个营收不太一样 当然我们要去查证 可是查证的过程里面 你最直接最快的就是看 它过去的惯性 这种惯性 其实并不适合波段操作 这种惯性这两个位置 你相对比较 它只能有一个短线的想法 并不能有一个波段上的想法 如果讲到网加 其实它们每年的成长的轨道是清楚的 一到四月有一点点成长的缓慢 这个地方成长的幅度开始减缓 所以回到股价的语言去看 如果它后面的成长轨道还要更清楚 那这个位置要去完成 这个位置完成之后 它才会有后面的波段 这个就是几分钟之内 其实你做这个功课 从上个礼拜到现在 你根本花不了多少时间 如果会的话 如果有人帮你做的话 结论都很简单 你根本不用去花太多的时间 因为真正的波段的计划 是怎么来的 它一定有一个前因后果 你可以很清楚看到的 我们现在就利用时间 把昨天你所看到的 昨天我打开的这些个股 你重新再看一遍 我们昨天看到的1262的F绿月 5434的重月 3402的汉科 4129的联合 我们先用电脑看到这几个部分 1262绿月 它今天又创高拉回 为什么 短线上这里很清楚 为什么创高会拉回 不过高没事 过高一定会拉回 这是你要会的 然后5434 重月 今天再创新高 成交量 还是不够大 这我昨天谈到的 然后汉唐集团里面的 汉科 今天也创新高 再来4129的联合 今天也有一个小高点 所以等于说我们昨天打开这些股票 就是从4月份到现在 你所看到的在节目当中 折起来的股票 昨天你看到的股票 今天陆陆续续 都创新高 但创新高不表示说 是一个操作的标准 所以你必须要进一步去了解 什么地方 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买点 对我来讲 如果能够有一个波段的计划 我才会进去做操作 短线上的东西呢 我没有办法各位在那边 带各位进进出出 那有些个股其实看的时间都很久了 太一 1月份 成长的轨道从去年下半年就开始了 那去年下半年到4月份 这个支撑它没有来 这个支撑它直接上去 97块这个地方 97块在这里 它并没有回来 还有回来一下子 然后又上去的 这里就是97块 回来一下子马上再上去 昨天会员分析附录的最后一张 就是太一 昨天我画这个位置 因为它又进来了 进来了以后 你昨天最后一张看到的 今天5月24号 它马上又拉出一根红棒 昨天你在会员分析附录里面 看到的最后一张 今天马上拉出7块半 你看将近7个percent的一个中长红又拉出来 所以你是不是应该马上要汇 昨天画的也好 4月26号画的97块也好 昨天的104块也好 今天到114也好 你要知道你的短线是怎么来的 接下来今天你去看会员专组的分析附录 今天最后一档在这个地方 每一天每一天的过程 你都可以有一点点收获 有一点点进步 剩下的是操作模型 我们怎么样一起去运用 然后去赚未来真正的大钱 时间外系绘股在这边 明天再会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各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力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